周深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但是由于自己与众不同的嗓音 在自己还没有名气的时候 经常受到嘲讽 他不敢在同学面前唱歌 其实他的嗓音是非常好听的 奈何是女生 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接纳周深 理解他更是屈指可数 慢慢的周深的名气越来越大 人们接受了他与众不同的嗓音 陷进周深的嗓音当中了 强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一位粉丝的独白说 喜欢周深很大程度上不是颜值 因为周深的颜值在娱乐圈里边并不抽中 甚至颜值有一些些的低 也不是说喜欢周深的性格 尽管是被周深的嗓音拉进了坑 但是真正喜欢周深 是因为得到了共鸣 直击灵魂的共鸣 换句话来说是同病相连吧 是一种羁绊 其实像周深这样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现实来说的话 唱歌和周深一样好的 寥寥无忌 这些人没有名气 也有很多是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 背后被骂过 被嘲讽 被排挤 甚至是在青春期高中阶段 就经历了校园霸凌 这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的与众不同 并不能够被接受 所以呢 就自卑 不敢社交 恐惧等等的一些负面情绪围绕着了 明明是自己的特殊之处 但是就是得不到认可 久而久之 自己也就不会接纳自己了 如今周深火了 让我们认识到 还有这样一位 能够和自己感同身受的歌手 他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他敢于接纳自己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呢 能看到光的人 一定都非常优秀 不管自己的嗓音如何 首先要做到的是 接纳最好的自己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 与众不同的礼物 想说就说 想唱就唱 让那些质疑和嘲讽 都见鬼去吧 这是一位周深粉丝的独白 周深的例子 给我们诠释了一个道理 强大的时候 才是与众不同 这个强大 并不一定都要像周深那样 唱歌好听 粉丝多 名气高 所谓的强大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内心强大 别人不看好自己 自己就先要接纳自己 喜欢自己 正如哥哥张国荣 我的歌曲当中唱到那样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开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接纳自己 相信自己 像周深那样 最后 真心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强大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我只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只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只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